四十頁有沒有問題? 四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四十二頁有沒有問題? 四十三頁有沒有問題? 接下來疾病管制工作 預算金額一億五千九百零一萬三千元 月次四十四到四十六月 總共有三頁,從四十四頁開始審查 各位議員,針對四十四頁有沒有問題? 四十五頁 四十六頁 好,過 接下來企劃資訊工作 預算金額一千五百一十九萬三千元 月次四十七到五十頁,總共有四頁 從四十七頁開始審查 好,各位議員,四十七頁有沒有問題? 四十八頁有沒有問題? 四十九頁有沒有問題? 五十頁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健康促進工作 有,預算金額一億四千零二十七萬九千元 月次五十一到五十九頁,總共有九頁 從五十一頁開始審查 好,各位議員,針對五十一頁有沒有問題? 五十二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五十三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五十四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五十五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五十六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五十七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五十八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五十九頁有沒有問題? 沒有 過 接下來醫事管理工作 預算金額1億1655萬9千元 月次60到64頁總共有5頁 從60頁開始審查 好 針對60頁各位議員有沒有問題 61頁 61頁 王敬平 62頁 王敬平 王議員 謝謝主席 局長62頁 委辦費 一年的270萬的辦理桃園市發展市立醫院先期評估計劃 你這個可以說明一下 因為我記得本席質詢過局長和市長好幾次 有關於桃園市立醫院 像台北市立的聯合醫院 像新北市立的這樣的醫院 甚至像高雄市立的醫院 六都當中桃園市算是在 真的是沒有自己的市立醫院 這是一直 我也曾經質詢過好幾次 那局長你也應該很清楚 那從去年上個會期 然後質詢到像 你當時說這個下半年會有一個評估報告 那評估報告的結果到哪裡 還是說 就是因為這個270萬元的預算還沒編 所以還沒有做一個相關的研究 謝謝醫座的關心 在這邊跟醫座跟議會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去年做的是 過去五年我們利用健保資料庫 我們來算我們桃園市民使用醫療資源的分配的情形 那我們之後那個報告做出來的話 我們大概 在桃園市民大概96%的醫療行為 可以在我們桃園市裡面達到滿足 然後但是 但是如果說我們配合人口的成長 跟地區分配的可淨性的話 那其實我們今年要做的就是 在醫療資源現在還算充足的情況下 那我們要配合未來的發展 那是不是要蓋市立醫院 或者是說以經營的方式 然後或者是他的地點 那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那你之前說那個今年9到12月 會有一個你們自己局裡面 還是跟衛福部做一個相關的研究報告的 結果到底出來了沒有 就是剛才他簡單的結論 他報告已經出來了 那簡單的結論我先這邊 補充一下就是 他主要就是我們用健保資料庫來算 桃園市民過去五年 我們怎麼樣使用那個醫療資源 那目前96%的市民在桃園市內 都可以達到醫療的服務的滿足 那另外4%轉出去 可能是因為癌症 或是會進一步的開刀的情形 所以在目前這幾年 我們目前的醫療資源是上升充足的 那既然是這樣 你270萬就應該不用再編了啊 更衣做報告 因為那個 這個是目前過去五年 跟最近這兩年的情形 那可是我們要配合 桃園市的人口一直在增加 然後所以我們如果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 那我們會再討論 在原來的醫院擴充床數 或者是找新的地點 然後還有他的經營方式 我覺得你剛剛的回答 比較保留 本期建議先擱置這個270萬的預算 不是刪除 我先擱置 但是要求你們提供說明 好不好 把那個相關的說明資料 還有你之前我剛剛問的這個報告 你說9月到12月要出來 相關的這個 有關於市立醫院的評估報告 送到議會 整個說明我們了解這個案子 再來討論這個預算 好 那麼我們先處理擱置案 那麼 剛才 黃金平議員提議 主張就是 辦理桃園市發展市立醫院 先期評估計畫270萬 他主張擱置 請問各位議員有沒有人複議 有沒有人反對 好擱置 62頁還有沒有問題 李光臺議員 謝謝主席 這個局長 您剛在這個我們270萬的一個 預期 先期的一個評估計畫 我想 他現在已經擱置了 但是本席的意見 是說 還是要落實這個評估 這個需要性 本席是絕對支持 我們市立醫院的一個仇設 我想你在工作報告裡面有提到 我們的 北台灣 最近成功的例子應該是 新北的土城醫院 大概明年會開始動工 預計花六七十億 恭喜十八年的時間 我想這個老齡化這麼嚴重 我想你剛一直提到 百分之九十六 是來自於衛生署 我們的 中央健康保險局的一個資料庫 但是實況 實況 在就醫方面 當然 我們也量查 能夠了解到說 很多醫療 我們的專業人員 醫生 護士 部署的情況下 即使有醫院 沒有這些專業人才 可以暫時 對我們的國民的健康 我們的醫療 還幫不上忙 但是 老齡化這麼嚴重 我想長期來看 還是要盡早來規劃 找一個地點 來設置我們 專屬我們桃園市民的一個 市立醫院 我想這個部分 未來在交通網的聯絡 越來越便捷 甚至其他的縣市的 也會跨區來到我們這邊就醫 正如我們的市民到我們的 醫學中心長庚醫院一樣 我想這個部分 一定要落實評估 不要只是編一個計畫 畫一個大餅在那邊 我想需要八年 八年的時間 你看又有多少 二次戰後 二戰之後的一個嬰兒草 老化 面臨一些健康的一些 需要性 來就醫 我想劇長 你再說明一下好不好 因為土城醫院 他大概前期評估 大概整個期程是十年 所以我們這次 先編那個市立醫院的評估計畫 也是希望說 藉由他們的經驗 我們把這個期程把它縮短 那所以也請 一座跟各位 議會 來支持我們這個 市立醫院的評估計畫 我想每次 一到這個季節交替的時候 很多長輩在心血管的疾病 就 我想說 直接講就是往生 他之前所謂急診的一個需求 是比較高的 但是我想 也透過我們政府的輔助 各單位的一個協助之下 許多市民是都能夠 在短期內 得到良好的一個照顧跟醫療 但是我覺得 長期來看 還是需要我們特別有一些 積極的作為 為我們桃園市民 證據 專屬於我們桃園市民 能夠使用的一個醫院 當然 我們也不排除 其他外縣市 互相 這樣跨區支援 來做我們 為我們全民 全台灣的國民健康 來做一個 做最好的一個環境好不好 好 謝謝 陳志文議員 局長 不好意思 因為我對於你那個62頁 有關於辦理桃園市民健康照護 服務計畫之家戶諮詢 鑰師諮詢跟行政管理行銷宣導等這些相關經費 你編列的那樣這麼 這62頁當中 你這筆預算編列那麼多 我想請問一下 你的那個目前執行的對象 跟執行的內容 然後 以往去年來講 你執行的 今年來講 你執行的成效 你在這邊可不可以做個說明 好 這些去做 這個主要是7479萬 主要是那個 就是我們在推行的醫療小管家的制度 那因為我們去年的話 編5400萬 然後我們找了四家的責任合作醫院 跟120幾家的診所跟藥局 來做全部 來做慢性病市民的服務 那我們今年的話是 預計擴大到七家的責任合作醫院 那我們希望把服務的服務層 成績能夠更含過我們大部分的 慢性病的 還有獨居老人的市民 那所以 所以今年會再繼續續辦 那中間的家戶諮詢會 是由醫師來主要做家庭 在做市民的家庭責任醫師的 一些家戶的補助 那以及藥局的話 合作的藥局的話 會做那個居家 居家藥室服務跟那個 藥室的諮詢 那其中的行政管理費 行政管理費包括責任合作醫院 要連結各個醫院 那也要發展那個資訊系統 那所以這個中間 是需要這個行政管理跟業務的費用 因為你說實在你這筆預算也 墊了不少 那你裡面零零種種的項目也蠻多的 我想你這一時之間在那個 藥室上你也是說的 不會說到面面俱當 那我說你會後 提出來包括你剛剛說的 我們那個獨居老人 對 獨居老人 包括我們 患性疾病 那目前來講 我們桃園是 這樣子服務對象有多少位 好不好 然後還有就是 有關於說你跟那個 包括我們各地區的一個 藥局 如何去做配合 那請他們做相關的哪一些的 一些宣導證 那些相關計畫 會後提個書面可以嗎 好 可以 好 謝謝 好 謝謝張文議員 那個謝謝主席 那個衛生局長 我想有關於這個 那個62頁 就是辦理桃園市民健康照護 服務計畫那個 家戶諮詢 然後醫事諮詢 還有行政管理行銷 宣導這個部分 7479萬 那我想 那個局長 有關於這個計畫 那事實上 我也參加過局裡面 所舉辦的幾次 成果的這個發表 那也看到一些 受照顧的這些獨居老人 對這樣的一個福利政策 他們的一個 心得的一個分享 其實很感動 就是我們的這個 診所的這個 藥劑師 願意走入社區 來協助這些獨居老人 有一些正確的這個 用藥的這個方式 可是在這邊我想 呃 局長 那個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覺得今後 那個 應該有一個努力的這個方向 像那個 我今天聽到這個新聞 這個健保署 呃就是那個健保署 呃就是那個健保署 呃 那麼預定 就是明年 呃就是針對這個 醫療院所的這個部分 呃 那麼看診的這個部分 應該有所調整 那希望民眾呢 就是小病看 呃 看小醫院 然後大病呢 到大醫院去做一些就診 呃 可是呢 事實上 呃我想 呃應該牽扯到13個行政區 呃 醫療資源分佈的這個問題 像我們現在桃園市 呃 一共有152家的這個診所 對不對 那大部分呢 都是呃 禮拜天的時候呢 都沒有 呃都沒有做看診 那當然禮拜六開 看診的這個機會呢 高達八成二 那事實上到禮拜天的時候 大概只有兩成二左右 啊 那所以現在如果碰到一些緊急狀況的時候 那這些民眾呢 他要去做這個 呃到大醫院去做就醫 實際上有一些不得已的這個股中 那如果呢 中央的這個健保局 或者是呃 我們相關的這個單位 啊 那麼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麼透過一些管道 去跟民眾收取比較多的這個 呃 所謂的這個掛號費用 我覺得對民眾來講 事實上是不公平的 那也因此 我就在想說 局長 你針對這個區塊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做一些 呃 一些這個補牆對不對 你不能說讓中央 採取強制的一個手段 讓他們去呃 到大醫院去去看病 可是事實上有很多的這個門診 在周日的時候呢 那是呃 就是不看診的嘛 那你難道要民眾 他要選擇生病的這個時間嗎 是不是 所以所以換句話講 呃 局長你看這個區塊 你認為應該要怎麼樣去做一些補牆 好 謝謝一座 因為那個診所有勞基法的問題 所以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聽不見 不是 因為診所的護護理人員 他是有適用勞基法 所以可能有些大部分的診所 會有那個 假日 禮拜天休息的問題 那這個話 剛才一座提到說 如果假日要求診 那到大醫院 是否要增加這些負擔 我們來跟中央談議 另外一話 其實我們也是說 這個醫療小管家的主動 那你是不是受到核心 受到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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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沿鐘捷議員 謝津主席 我想請教我們局長 我們衛生局 每次的預算真的是很少 今年有13億 以前也都是不到1% 但我們全市的預算不到1% 今年還比較多一點 可是我看你的預算 你今年又比去年又節省了一點 稅入又增加了一點 你做得很好 我不是要刪你的預算 我是跟你講 我們衛生局的預算真的是來之不易 一直增加了 所以要善用我們已經編的預算 你這個醫療小管家 今年是第三年 要跨入第三年 我一直跟你講 你要拿出一個成績來 至少要一個指標 你要達到什麼指標 這7千多萬 在我們衛生局裡面 是也蠻大的一筆 其他的筆都很小 7千多萬 然後呢 你對我們的健康照顧 有沒有貢獻 說實在 我們的醫生本來就應該要照顧 那個藥師本來拿藥的時候 就應該告知他這個藥要怎麼用怎麼樣 什麼禁忌 要告知 本來就應該告知 這是責任 你又給他錢 這就是說 有一點多餘 所以呢 我上一次 我跟你講說 健 這個醫療小管家要轉型 現在健康二點 長照二點零 需要很多的錢 他們把照顧的對象擴大 把服務的項目擴大 把那個時間 從那個長照的時間 從往前推 往前推就等於預防了 像這個就是健康照顧了 對不對 這是不是長照 往後推都變成復健 所以這個錢很大 所以這七千萬 我是很贊成 衛生局的預算一直增加 但是要增加到有用的地方 所以這三年來 我一直在看你們這個 醫療小管家的業務 你這個 像你這個怎麼合 你今天是怎麼樣給錢 給這個四家這個診所 或是四家這個教學醫院 還有他們合約的診所 你這個規矩有沒有定出來 還有我們那個如果做不好要退場 要退場 退場機制要做出來 謝謝宜座 因為我們今年就是把長照的轉介 把它納入醫療小管家裡面 而且也謝謝宜座的那個協助跟指點 那我們現在有擴大到七家的合作責任醫院 那也希望說藉由這個醫療小管家 把民眾的照顧推廣 從健康促進到長照到疾病 這幾塊都能夠放過在裡面 你先了解我的意思 那你們要照這個方向去做 好 62頁有沒有問題 62頁有沒有問題 63頁有沒有問題 64頁有沒有問題 64頁有沒有問題 這個計劃之提升緊急醫療服務品質補助費用 這筆預算是兩千萬嘛對不對 是不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到底是用在什麼地方 能不能這個說明一下好嗎 一座跟一座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緊急醫療服務提升計劃 主要是要協助那個兒科 兒科的夜間急診 還有婦兒科的高危險認證 那以及急診的外傷的補助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我們在之前去年的執行的話 就是我們在去年執行的成果就是 我們有增加到那個不陶 他已經有開始開夜間的兒科的急診 那另外的話那個陶宇 那另外我們就是加入 我們另外還加入敏盛還有立新 還有國軍醫院 然後他們要提升他們的緊急醫療服務 那其中緊急醫療服務 他們緊急醫療服務 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不是把它做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 就是說我們整個衛生局的這個預算也很少 那這兩千萬也是佔了一大部分 那是不是能夠做一個明確的說明 把這個說明清楚讓大家知道 不然我們的經費已經這麼 預算已經這麼少了 然後就這樣幾個字就兩千萬 那是不是給我們一些說明 那我希望你把這個資料給我們每個議員 好不好 你這兩千萬到底做些什麼東西 明細跟我們說清楚 讓我們要充分的來了解好嗎 是是 好謝謝 好 各位議員還有沒什麼意見 楊超偉議員 歌詞是嗎 沒有啦 沒有沒有 沒有歌詞 沒有 我想這樣子 我想局長去年有編這個錢嗎 去年有編兩千萬 也編兩千萬 那我們編兩千萬用意就是剛剛特別提的 有些醫院的他夜間沒有所謂兒科的急診的部分 那我要了解說去年編兩千萬的成效的部分 你很大聲跟各位議員講一下 我們的效果這兩千萬到底花在哪裡 怎麼花 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你今年再編的話 我們覺得才編的有意義嘛 如果說去年做的不好 你今年編這個 當然我想我們甚至於 不要說格子連刪除 我們都要刪除 那你可不可以很快的說明一下 到底這兩千萬 去年的成效如何 跟一做報告 因為緊急醫療服務包括心血管跟腦中風 然後以及兒科 副兒科的高危險認證還有外傷 那在心血管跟腦中風這方面的話 其實像立心醫院國軍醫院 他們都已經有提升他們的 提升他們的緊急醫療的層級了 然後另外的話那個 布立桃園醫院也在兒科的夜間 兒科的二十四小時急診 已經在今年的七月已經開張了 然後另外的話我們是希望在發展 不管是外傷 外傷還有緊急開刀的這部分 各個醫院都能夠有這方面的 好的 我講這兩千萬 我們是希望說 當然跟前面也有連帶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說 第一個我們希望能夠成立我們市立醫院 那目前坦白講市立醫院成立 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希望把我們的錢 寄註在我們桃園市其他的醫療院所 能夠協助我們桃園市民 提升我們的醫療品質嘛 是是這樣子 我想這部分應該趕快的做說明 第二個說針對這部分 當然我想希望能夠說明之外 當然要確實的能夠再落實 除了這幾家之外 最好是能夠 剛剛我特別提到 不要說每次都跑到大的醫院 動不動地去長根去林口 我覺得這部分 其他反而我們很多的醫療院所的部分 醫療品質沒辦法提升的話 都是我們桃園市民的損失嘛 所以說我剛才講的部分 既然給你們錢 剛剛我們演員也講 我想衛生局的錢也很少啦 但是我希望用在我們市民的醫療身上 當然我們都會非常支持 但是不要講得清楚一點 好不好 謝謝 兒科急診除了一般的兒童以外 我們也要把早場兒跟新生兒這一塊 把他包含進去 那所以這是今年發展的重點 好的好的 謝謝齁 那這個預算沒有一件 看其他議員 好 陳志摩議員 陳志摩議員 以錫 你要記住我的名字 抱歉啊 那個 那個局長 我看剛才人家問你 我本來要第一個舉手要問 我看你就是你們的副局長在旁邊 一直在這邊跟你講 提供意見 那預算是你局長編認 顯然 表示你沒有掌握你的預算 你也不知道這個在幹什麼 我們議員是不太清楚啦 所以說我們議員才會要問你 那我現在講 經過剛才的說明大約清楚 你這個是補助醫院的是不是 補助醫院的提升 緊急醫療提升計畫 好 我要跟你們講 那個醫院普通啊 大部分都是蠻賺錢的 他只是沒有你講的這個項目 譬如說夜間沒有這個項目 那我希望你們 那個衛生局 你們要去勸導我們桃園 這個比較有規模的醫院 都要來做這種事情 也不一定我們市政府就要補助他 是不是這樣講 那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議座了啦 我現在私底下跟你講 你講話大聲一點 你每次講話都那麼小聲 我們也聽不太清楚 身為一個局長 你講話光明磊落就大聲一點嘛 那顯然 你跟我們講話都那麼小聲了 你看 我們衛生局變了這麼多的預算 然後補助醫院 我們是要來照顧我們的市民 對不對 你講話這麼小聲誰知道啊 另外 像未來我們這個長照計畫 我希望你身為局長 你要把我們台灣市衛生局所做的 為我們市民所做的工作 大聲的說出來 要廣為人知 像有這樣的一個福利 我們議員都不清楚了 我們桃園的市民更不清楚 這樣好不好 好 對呀 就這樣就對了 好 就這樣辦 你要記得啦 好 要先打給我們市民知道 好 各位議員還有什麼意見 王如議員 局長 你今年度醫管科的預算 只有執行百分之十點五 那到十月份為止 那我請問你另外百分之九十 將近百分之九十 為什麼會沒有執行 根據做報告 因為我們醫療小管家 去年是從八月開始執行 所以我們的計畫 因為在醫院的計畫裡面 我們本來就是希望說一年 所以是第一年的計畫 是從去年的八月到今年的六月 那再加上今年我們要接續 醫療小管家的計畫的時候 對 那你去年的八月到今年的六月 你也應該有一個段落啊 是 對不對 也應該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那個 執行啊 對 譬如說我再跟您報告 那我們今年接續的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是希望說把它加入長照的政策 那以及連結長照的政策 那也希望說擴大合作的意願 那所以中間有幾個月是在聯絡跟 說實在啦 醫療小管家 我推行那麼多久年 推行那麼久以來 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 因為在民眾的觀念 我生病我就要去看醫生 對 我今天拉肚子上吐下瀉 我今天得了這個 覺得我自己覺得很嚴重的病 你還要再叫我去諮詢 哪有可能去諮詢一般的藥局 一般的那個診所 然後一般的診所願意配合嗎 你的那個健保卡拿給他 他馬上就給你刷卡來 我開藥給你吃了 對不對 那誰還要做你的小管家 我是大醫師的 我還是小管家 這在理論上根本不配合 現在的醫療是病人有病去找醫生 所以我們現在做醫療小管家 是希望醫生他能夠主動 主動在關心 沒有醫生只保險的沒事做啦 醫生有空禮拜四 大家全部休息去打高爾夫酒啦 對不對 有病人上門就趕快給你看病啦 如果給醫生合適的環境跟誘因的話 每個醫生真的都很願意在幫助 醫生很忙啊 很忙啊 都擠得滿滿的 誰還給你當小管家 如果願意當小管家 就不會這麼忙了 我跟你講 如果說今年度的執行 在還是只有10%的話 10.05%的話 這在整個市府團隊來講 這個的那個 只有10.05% 這執行率算是數一數二的低 如果再這麼低的話 我告訴你 全預算真的不能讓你過 你這個什麼醫療小管家 我看也應該要換一換 去找大掌門了 不要在小管家去找大掌門 或許在預算上面 會走得比較快一點 不要把這個當作噱頭 因為畢竟啊 我們的嘉義科的醫生 沒有幾個嘛 我們不是所有醫生都可以用家 謝謝 陳志文議員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不好意思 有關於醫院 像你們應該也知道 對於那個你們的 我們對於我們 地區的所謂的那個 緊急醫療服務品質的部分 一項都很重視 也針對這個議題 多次跟你們衛生局來做反應 說實在你們 今年有編列這樣子的一個預算 那你剛才其實 在那個回答其他議員的時候 也有略做說明 不過我在這邊 我們現在的局長 根據我的以往 你們去年也有編列 類似的一個預算的項目 對不對 針對 然後那今年有編列這樣子的一個對象 因為你們剛才有提到 你們對象 當然是有 好像目前是四家嘛 對不對 郭君醫院 還有 還有 麗芯醫院 聖保祿 聖保祿 還有布陶 還有什麼 布立桃園醫院 布立桃園 好 桃園醫院 那我現在是這樣 我們對象 又有國軍醫院 國軍醫院基本上 他的那個 國軍醫院他的體制 他的體制 又是在他們的那個 國防部嘛 對不對 然後你私立醫院 然後還有桃園醫院 你對象 其實說實在的 目前來講的話 好像除了私立醫院 其他的一些 目前的在體制 都不是屬於我們 桃園 衛生局的一個 管理範圍之內 那你目前來講 你針對這一些 所謂的緊急設備的一個 提升嘛 輔導他們 做緊急醫療的一個 除了設備跟人力 還有最主要是專科的醫師 還有一個專科的醫生 對 跟你做報告 因為那個 醫院的話 醫院跟衛生局 衛生局除了對醫院 是管理的之外 另外在處理病人上面 我們是合作的關係 那像如果醫院 他是沒有人力 或沒有設備 那其實 其實我們即使是 逼他去接這個病人 其實也是不可能的 對病人也是危險的 所以我們要人力 要提升 然後設備 然後設備 也要提升 然後相對有這樣子的一個設備之後 你在面臨我們緊急醫療的對象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 很救治嘛 對不對 這樣我們才能夠完整的處理病人 那我現在跟你講 根據以往 你們輔導的對象 然後我去做過調查 說實在的 你們對於這個 我不曉得你們當初 你們輔導的對象跟輔導的內容 你們是如何做一個整理 如何做一個 輔導的一個機制 不過我是說 說真的啦 成效還是有限 我是覺得說 錢要花在刀口上 今天也編列這樣子的 預算也是 也是不少 當然你們會去增設一些 有關於一些醫院的 有關於急診室的 一些專科的一個設備 人員的一個提升 這部分我當然全力支持 但是對於有一些醫院 你們之前 也是有輔導過 你們之前 也是有給予 希望他 設備提升 但是說實在的 他拿去哪裡 拿去做牆面拉皮 不會 用途我們都有規定 那些有專家 相關的一些項目 而且還是有一個內部 好 蘇翠玲議員 好 局長 我想 這次我對你們衛生局的預算 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我看你們今年度的預算 編得比去年度都少了一些 我想 可能就是因為 你有看到的那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一直長期的在講 衛生局長期在衝擊校 那衝擊校的結果呢 就是不斷的舉辦活動 然後不斷的 這個 要求比賽的數據 然後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只是把基層那些人員 搞得人養馬翻 沒有任何意義 特別是我在這邊 也是要再提醒你們啦 很多單位都辦很多的活動 在假日 我覺得 衛生局不需要去做這種事情 尤其基層醫療網 它做的 就是社區的 這個疾病的防治 跟這個防疫的這個網路 要把它建置好 所以沒有必要去做一些 大拜拜式的啊 錦上天花式的啊 那種活動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們會落實的去做 對 所以我現在就提醒你 就是你今年的 預算感覺 編列的比較詳實 那我們就希望你千萬不要去 為了要衝那個 績效 做這種 我覺得是浪費人力 然後呢 而且是本末導致的工作 我們需要在民眾的服務身上 民眾的需求上面 是 是 我想主要還是 你們還是要做這個衛教啦 衛教跟宣導 然後直接落實到家戶 那其他一些 這個 有一些比如營利行為的這種部分呢 我覺得其實交給那個 醫療院所就可以了 社區醫療中心 這些 區域醫院 我覺得這都可以 沒有必要 我們沒有必要去做這種事 我們應該是做那個 大家都不要做的 其他的通通給別人做 給這個醫療院所做 那另外就是再提醒你啦 目前的這個 人力的配置啊 覺得這個勞役不均啦 當然不能講勞役不均 大概沒有人是易的啦 只是呢 就是說你在分配的時候 我們覺得還是要實際的 以現有的人口數 然後它的區域的特性 包括它的區域裡頭的一些狀況 還有服緣的大小 做一些調整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常常聽到 有基層這個護理人員在反應啊 你們局本部裡頭人很多 好 局本部裡頭啊 各單位人很多啊 所以計劃定很多啊 然後但是呢 都叫下面去執行啊 所以如果今天啊 我覺得如果真的 你覺得有一個計劃 真的非常重要 非要推動不可 那你把局本部的一些人力啊 派出來 派出來支援各個衛生所 我覺得喔 局本所的交流 我們有在計劃推動 這些一座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子啊 第一個就可以確保什麼 他在做計劃的時候 能夠真正啊 是可以執行的 他不要填馬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有必要的 好不好 好 六十四月有沒有問題 過 接下來長期照護工作 預算金額兩億七千四百七十四萬八千元 月次六十五到六十九月 從六十五月開始審查 各位議員六十五月有沒有問題 六十六月有沒有問題 六十七月有沒有問題 六十七月有沒有問題 蘇翠玲議員 局長 這有關失智症的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你們對於一些 失智症的狀況喔 跟民眾做分析 然後宣導的還不夠 為什麼呢 我们都知道 失智症它其实可能会有 前面有一段很长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酝酿期或者病变期 那这一段期间呢 你能不能观察得到 及早发现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能够及早发现 那及早的介入 有医疗院所介入治疗 那它可以延缓 我们说现在还没办法去遏止它 恶化它是一个不可逆的 但是呢 至少我们可以延缓 让它的这个病程啊 时间可以 那个病情啊 可以稍微得到一些疏解 那这个就很关键了 因为失智症它会让家属痛苦 就在于说 它有的时候罹患失智症以后 它可能十年 二十年 这个可以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这个对家庭来说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不管是这个生理上 心理上 跟金钱上 它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们就觉得 很多民众啊 它对于失智症的形成 没有概念 然后怎么样去判断 它是不是罹患了早期的失智症 它也无从判断起 像这样的我觉得 我们就应该要透过 卫教的方式 然后让所有的民众 家庭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然后及早发现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支持系统 做的我觉得也还不够了 我们的支持系统怎么样能够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像现在里里头都有这个志工 志工队 对不对 那你们人力当然有限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透过一些志工的训练 能够让社区里头的志工 他都能够知道这样的概念 然后甚至他可以来协助 每个家庭做一些支持性的一些慰问 照顾或者是通报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你们目前现有人力 不够充裕的情况之下 可以提供一个很大的帮助 谢谢你做宝贵的意见 我们现在会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因为我们是负责前期的协助诊断筛检 那还有医疗这方面 那支持系统我们 这一年我们也会跟社会局有做密切的讨论 那我们会在失智的这一方面 我们会做更深入的配套措施 所以你们做的前期的诊断 在诊断之前 你们还是要让民众知道怎么去做判断 他才能够提早发现 对 否则的话民众没有 他没有那个警觉心 他也没有那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等到你发现诊断好了 其他问题是最后期 好 张江春一言 局长请教一下 这个失智症的判断 是由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可以做出这样的诊疗判断 一座那个目前的失智症 因为刚才几位一座都有提到 那个失智症最困难的一点 就是早期的判断跟治疗 那所以在我们只能在一般的民众宣导方面 让大家注意或是了解有失智症这个情形 那如果有怀疑的话 我们可以借由筛检 那有三种筛检工具 那如果我们目前 我们目前 卫生所跟我们的医疗院所也都有提供这个筛检的服务 那如果筛检发现是阳性的话 那就要转到专门的 曾经内科的医师 或是是症的医师来做更严谨的判断 它有点像早疗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说它最后的判断还是必须要 并不是说我们卫生所就能够做判断 还是必须要送到医疗机构 然后经由医疗机构的判断以后才能够作为一个确认的病例 确定诊断需要在医疗机构里面的专门的专科医师 而且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那目前就我们所知道 这个一般的医疗机构 一般的这个医院的医生 他不大敢做这样的一个确认病例的判断 所以他会一拖再拖 三拖四拖 然后呢每一次的就诊时间又非常的长 那因为这个如果他判断为 这个失智症的话 那事实上或许他可能会影响到 可能有一些社会福利啊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 包括保险的一些福利啊 那所以这个医生就变成说 到底是非常的谨慎 又或者是说不敢负这个责任 所以才会造成说 这个你要叫说医生啊 去做这样一个病例的确认哦 他便把时间拖到了 已经过了刚刚我们所讲的 必须要及早判断 这个及早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期限 所以这个才在这个 在之前我才会提到哦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确认病例 是不是由我们卫生所来做 负起这个责任 不应该交由医院的医生 因为医生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 他们不敢判断 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 这已经影响到了民众的权益了 跟医座报告 因为那个失智症的诊断 其实跟发展迟缓的儿童之一样 因为他在早期跟正常人的分别不太大 所以医生即使是专科 经过专门训练的医生 他也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寸密的判断 才能够下这个诊断 那所以这方面的话 我们会就这个专科医师的培养 然后我们也会鼓励他 拖开这些门城 好 67页有没有意见 68页有没有意见 69页有没有意见 专中节议员 好谢谢主席 我们那个假牙补助 是从 103年 这个我们吴县长开始 这个是很大的一笔经费 我想也是将后 既定的长期的政策 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持续做下去 要持续做下去 那它的成效 因为有很多反应 你们有没有做一个调查 就是满意度调查 海基成效 这个结果报告 就是说你们这个全口假牙 有做多少 那全口四万 半口是两万 部分假牙是一万五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抱怨说做得不好 你们现在有没有改变政策说如果你民众要做更好的 我就全口的我补助你上限四万 如果半口我补助你上限两万 部分假牙 那一万五 你可以再调高 然后这个终身一次 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政策 或者技术的转变 跟一座报告 因为在去年我们就已经有开放 可以做部分 差额的部分负担 然后另外的话 所以如果民众有要 对于专门 比较要材质要升级的部分 这些都可以开放 开放再做选项 那刚才一座有提到说 那个 因为 有没有这方面的报告 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做统计跟检讨 就像刚才一座说的 如果实行假牙的牙科医师 如果他们执行的满意度不好 或者是一直都出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也有退场机制 请他们退场 对 我说满意度你要调查 你要回規说 你做好以后 最好每一个做好的 你们卫生局 给他一个满意度调查 问他缺点在哪 我们在做的时候 跟做完了三个月以后 都有做满意度的调查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那你现在一年 可以大概做差不多7000个人 那你要预估 你要预估 你这个预算 1亿9千万 是长照里面最大的一笔 1亿9千万 你要预估 以后你两年三年五年 这个钱够不够用 或者这钱会越来越少 将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时候 那你不够用 大家就要排队 那个钱不够用 有没有考虑 当然这个要增加也好 或是要改变方式也好 你有没有考虑到 你认为说 会不会 今年这个 你提供6500份 够不够用 跟你说报告 因为我们当初是计划说 大概三年 会把全市缺牙的老人家 然后帮他们大致上做完一轮 那所以像我们第一年 我们编了2亿7千万 那到今年的1亿9千万 我们也会在我们的预估 计算里面 那我们也会 好 陈妹妹议员 谢谢主席 局长 就是有关于这个假牙的补助 我们现在实行到今年 也经过了蛮长的一个时间了 我们最近参加一些重阳节活动的时候 之前有装过这个活动假牙的这些长辈 对啊 他们有再反映到一点 因为装的装久之后 有时候他们牙齿可能也时间比较久了 还有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那个牙龈 牙根的部分有的会萎缩 那目前对于这个之前有装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也要来检讨一下说 他们的后续这些相关的就是维护的部分 你今年这个预算里面有讨论到这一方面的吗 跟一座报告 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年的保固期 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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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一座有提到 其实假牙带久了 不管是病人自己牙龈的问题 或者是假牙会使材质会用旧的问题 那这个之前我们是 郑市长也有指示我们在做研究 当第一批 我们长远市民大部分都做完假牙以后 那这是不是有在检讨的必要 那这个我们都会做 我们会把它做评估 好 我是希望说 能够把这些相关的部分 也能够在未来 也能够把它列入 就是之前比较早期装的部分 这后续的相关的维护的部分 也能够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补助的部分 在后续再做牙齿的维护 因为那用久了也是会坏 对对 这个我们会再做评估 那是我们会是财政跟民众的需求 然后来做计划 好 谢谢 王尔如议员 这个老人假牙真的是行之勇言 刚开始的时候是大家拍手叫好 那但是刚才美媒议员说她去参加 重阳敬老的活动 遇到老先生老太太 真的我们是听到很多对活动假牙的为止 但是我们去参加牙医师工会 也没有对于这个活动假牙政府的得证 给予这个好评 甚至于觉得我们的实行上 有很实行上相当的这个草率 增加了这个民众 增加了牙医师作业的困难 你刚才讲说 要得到所有的这个需要装的通通装完 你会做一个做一个做一个总检讨 局长我告诉你啊 那个太久了 我们活动假牙已经实行两年了 对不对 这两年当中你就应该要 你就应该要做陆陆续续的检讨 比如说有的意思说 老人家没有家人陪伴 八九十岁自己过去 然后讲的语言方面也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然后请他们请家人陪同 然后他就说服务不好 要不然的话更天才的医生怎么讲 你去找黄宛如议员服务处来陪你来 局长这是你们的业务 你们为什么不在要点上面 能够注明呢 需要家人陪同 或是亲友陪同 然后做了以后的适合度 对不对 那医生有的也觉得 我感觉很好 可是老人家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是认为说 应该要立即就是要检讨 已经行之有年了 不能够再等到 不能够再等到 所有的这个老人家 适合年龄都装完了 我跟你讲到那时候太晚了 每一年都有满六十五岁的人 对不对 那你这样等于就是摆烂嘛 是不是 那医生可能误误我的意思 我们刚才讲说 整个总检讨是 郑市长有指示 一生一世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要做调整 那我们目前是有做阶段性 先把需要的人 那你要什么时候 才来做一个总检讨呢 我们就预定第三年 我们做完全部 我们大概把所有大部分的老人家 而且议会一二再二三的 都有跟你们提出 要能够大家都能够欢喜 对不对 老人家感谢政府的德政 然后医生也觉得 这个让他们 好 六十九月有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心理健康工作 预算金额五千一百四十九万两千元 夜市七十到七十六月 共七月 从七十月开始审查 好 七十月有没有问题 七十月有没有问题 许几万议员 谢谢主席 局长 在我们零二四九 主席我们是逐月审查 但是七十一月跟七十二月 这是整个有相关性的 我一定要请教我们 这个局长来说明一下 那个我们在这笔零二四九 这笔一千七百七十八万五千九百一十三万年 这是佛部办理这一百零六年 地方毒品伪爱防治 中心办理强化 这个毒药云者辅导计划 这个我们补助款是九百二十八万四千 我们自己也编列了八百五十万 另外呢 在七十二月的也是一样相同的 在我们今年度呢 我们医委也是通过了 他这个中央是补助的一百零六万五千年 这个预算上是我们那个局里面呢 是在做怎么样一个使用 还有他的这个使用的对象 包括是怎么对所有这个毒品 危害这个防治呢 这个要是你说明一下吧 根据做报告 那个七十一月的那个药营 药营者的辅导处计划 这是法务部给我们做毒房人员 他主要是在辅导那个有药营 有药营有用毒的这些这些民众 让我们做辅导以及来借制 辅导转借借制的工作 因为你这个是这笔是 编制在临时人眼的这个酬金 那你这些的兼费我现在了解说 你这些的这个费用 一千七百多万 保护也给我们九百多 我们自己编列五百八百多 八百五十几万 那跟这个 跟这个底下的四十四万五千多 是有相关的 那你这个费用上的执行是 我们自己内部执行 还是给外部执行的 我们都是自己执行 然后我们主要是会聘请 我们的那个借制人员 毒房人员 我们的毒房中央大概二十九个人员 对报告映住 二十九位 二十九位的各管师 针对初间一二级的个案 做后续的一些追踪辅导 对我们都自己自己在 我们自己有二十九位这个 各管师在执行 在我们今年度的这七十二月 他只有补助我们一百零六万 那你是不是这个两个落差这么大 我们自己是没有辩论这个经费 一座这个是 这是一百零五年的垫付 对我知道 这是垫付嘛 这是他只有一百零六万 他给我们补助而已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那 在这个这个执行效果怎么样 可以 一座报告我们的那个毒房的成绩 大概都是全国 连续几年都是全国 好七十一月有没有问题 七十二月有没有问题 七十三月有没有问题 七十四月有没有问题 七十五月有没有问题 两位超议员 下局长 你七十五月有一笔两百万的办理物质滥用 像烟酒冰囊药物毒品等 还有原油会路跑建走等大型活动的 相关活动所需要的经费 我想局长 像剑走路跑原油会 我想很多的团体都已经在办 我们卫生局是不是有必要协助办理这样的活动 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 跟一座报告 因为这个主要是毒药饮者 那因为他们这群可能就是比较不愿意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走出户外 那所以我们这个要借由我们跟校外卫合作 还有我们法务部 那以及我们的那个毒房中心的同仁 的各管师 然后大家一起 这要用劝说的方式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有毒瘾的朋友们 那除了要戒毒以外 然后要把他们的 把他们的重心要转移到 那个户外跟健康活动方面 我想协助他们的方式很多 那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他们会愿意参加原油会路跑等活动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想民间已经很多在办了 那这个部分 到底两者的结合的相关性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清楚 局长是不是给我一个简单的说明 跟给我一些资料 那省息先搁置这笔预算好不好 蔡永光先处理搁置 对那个刚才两位超议员提议就是 办理这个物资滥用 及药物毒品等这个活动的预算 两百万他主张搁置 各位议员有没有人负义 有没有人反对 好那请蔡永光议员 好谢谢 那个因为都还没有听到你说明清楚 就把它搁置掉 结果到时候文件有一大堆 对不对大家看文件 结果有些人有看 有些人没有看 所以要讲清楚嘛 那这两百万其实我们比较 觉得说比较感到 感到内容比较有兴趣的说 这是物质滥用这个区块 你办理这个所谓大型女后会 见斗路跑这个活动 没有 你刚刚说就是这些所谓的 成因者 请他们出门 那你的标题怎么拉 布条怎么拉 你的布条 跟医作报告 跟医作报告 那个我们是配合 这个是配合中央的那个 不管我们是结合法务部 跟教育部 那我们有个纸醉花的运动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大部分都是请那个 我们平常的个案管理师 要跟药营者做辅导 而且要建立感情 然后要鼓励他们 那希望说他们到时候 不管是登山或者是见走 能够参加大型或者是小型的活动 那也有一些 因为刚才医作可能考量到 这些朋友们不一定会一群人 一起来参加一个大型的路跑 那但是其实还是有 我们有组小团队一起去登山 或者一起去户外的 跟我们跟校外会的教官 一起配合的这些活动 所以说基本上不会说 像这个你这个写的标题一样 就拉个标题说 是药物滥用的一个路跑活动 就大家都认为说 哇来参加路跑都是药物滥用的 应该不是这样子吧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它有深化的意义在 所以可能是 有不管是大型 或者是小团队的形式 都可以执行的 因为有一些学校 他们会鼓励孩子来参加活动 都会给他一个学习单 譬如说来你拿这个学习单 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回来写 就是写几样的所谓的学习资料 然后交回来 然后去那边盖个章 类似这种方式也可以做 帮忙推广这方面 好不好 那至于说我们刚刚 刚我们那个 议员讲说 要割制 那 既然 大家 没有多大意见 那先割制 好不好 到时候资料多补一些 给我们 议员先生女士 好不好 好 谢谢 她是有这个 她是有这个 有吸毒的人口 去报名这个 去报名这个活动 对不对 那你如果讲说为健康而跑 然后也是有一些健康的人去跑 对不对 但是有这么多的活动 会可能去参加这个吗 对不对 简直是你让这些 毒品人口 可以 毒品人口 贴标签 做报告 这是今年新增的 那因为其实除了刚刚 局长讲的部分 就是针对药赢者的部分 实际上我们不会 特别去贴标签 我们会 其实刚刚有议员提醒到 我们说 办一个大型的活动 不能只有一天就把它 结束掉 其实在这个活动之前 办理之前 我们会 可能会深入到校园 可能有一些偏向的校园 或是一校医药师 去藉由学生的一些宣导 然后我们可能会 办一些有奖争达 然后针对药赢者的家属 鼓励他 给他一些支持 然后让药赢者的家属 带着药赢者 可是我们不会去贴标签 透过一些路跑健康的活动 然后跟着一些学生 参入就是 增加进入这个社区去 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健康活动的一个活动 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信度 但是我不希望活动办下来 毒品人口越来越多 在这个活动当中 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然后广接善言 好 75页有没有意见 苏崔玲言 局长 所以你看 刚刚我们台讲 我就说 不要办一些那种 跟你们实际宣导 或者实际执行 这个基层医疗作业无关的事情 好 所以你看你办这个桌游活动 画剧表演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啊 青年事务局啊 钱多到已经爆掉了 好 你们只要配合他们做就好了 你们自己不需要再编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编 也是 也是多余啦 只是制造你们基层啊 工作更多的压力 然后呢 本末导致 该做的事不做 不该做的事这边叫人家做 办这干嘛呢 对不对 跟医疗无关 我觉得 那所以有动议 这笔250万 办理桌游活动画剧表演 一支竞赛漫画活动 漫画比赛 微电影甄选 等这个费用250万 本席动议删除 谢谢 好 那么 朱确林议员 有 那个 那个 我们再听一下议员的意见 那范刚 翔议员 好 谢谢主席 我想 毒品的成因者 不是我们把他遗忘 他就会消失 每一个毒品成因者 我们观察过 他所造成的社会成本 是非常严重的 你漠视他 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们采取不一样的 形式的活动 其实是希望 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成因者 以避免他们对社会有 巨型的这个伤害 每一个成因者背后 都代表一个 甚至多个破碎的家庭 局长 请你清楚的说明 我们办这多元活动 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么样 好 谢谢益柱 一座报告 这个250万 他主要是防毒 所以我们是针对 那个幼稚 国小跟国中的学生 这一块的话 他的服务对象 倒不是毒瘾者 所以我们希望用 现在小朋友 比较有在从事的活动的形式 来去达到宣传的效果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是 他们要了解一些毒品的 毒品的危害的程度 还有一些常见的毒品的诱惑 好 在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活动的形式之中 我们是不是有经过调查 知道他们所喜欢的活动是哪些 是是 这些都是有做过仿事 而且他们 在这些里面 我们是遇教育于其中 好 好 谢谢局长 我想我们这一个活动 多元的去防毒 也许很多人觉得说 这些毒品成瘾者 他们最有应得 可是这并不是一个社会 我们在维持我们一个 有人性的社会的时候 应该所采取的标准 所以我认为多元的 这个发展的方式是有必要的 可是我也觉得说 我们的局里面 对这方面的说明 的确还有不足之处 以导致我们的议员 在这一个活动的费用上 有所疑虑 我希望卫生局局长 能够好好的提出 事后的说明 跟我们所有的议员讲 之后我们再来讨论 这一个案子 所以我在这边正式动议各自 请主席征求复议 谢谢 主席征求复议 谢谢主席 鲁冰的鲁艳 好 谢谢主席 我想局长 刚刚因为你不解释 我本来就不讲 你解释就出事了 你知道吗 就出事了 因为 其实喔 这部分 你要到 国小去办 到黎小去办 都没关系 可是 Mandalory 但我跟你讲 像这种预算是超过 15亿以上 所以我们希望 今天给你的建议 就是说 你今天竟然是办一个活动 你要入学校 你知道青年事务局 有多少钱入学校吗 办各样的活动 你知道 現在你要办话剧 你知道在钟立市 现在有二十几所的国小 每一年都办剧团进去 到现在为止 人都来得非常多 所以今天来讲 这个预算我是觉得 真的是没有必要 因为你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 从跨年晚会 你每一年有一百人次 可以让你去宣导 有这么多的活动 不用你去办 现在的学生都不希望被标签化 像这种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要辅导 是已经患者 那你对不起 这个活动绝对患者 不会来跟你玩桌游 玩桌游就是读音者 不会嘛 你要去这个照顾 还没有接触的人这个心理 那我当然可以接受 所以你不用编这个 因为以中立市来讲 二十几所的国小 什么时间点就欢迎你的人 加班费给他去一下 让他去那边宣导 任何的活动 路跑活动 如果你没办 议长的路跑活动 你现在超过几万人了 也欢迎你去做宣导 你今天为了办一个活动 然后最后去这个宣导 不符合我们现在真的年轻人需要做潜移默化 你反而让他觉得没有感觉是一个毒品宣导活动 他到那边参加一个健康的活动 你做了一个制度性的行销 制度性的活动 制度性的感觉 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不需要你去做其他局势活动的本质 你只要做我们讲说做事业希望做最赚钱那一块 那你们卫生局要最赚大家那个观点那块你去做就好了嘛 你说专业去宣导 这些活动如果你不知道 我想各个局势我都要请部长 这个都发文给你 你们配合他去做宣导的那一块 但是如果你这个 这个不是活动机会说 我要应文宣 说卢一元 那我宣导这活动这么多 我要应文宣 那我就要给你 办活动这一块 我觉得那就不应该你去办 这个路跑活动 作业活动 新年事务局都有办 你说那个我们主要是在专业的立场 因为像我们的药师精神科医师 还有读物科的医师 由他们来做来做比较深入的教化的作用 我知道你就配合这些活动 我已经讲了嘛 桌游活动新年事务局 每一年都要办很多 还有很多了动漫的活动 那你能你本身就要在那边置入 你要置入的哪一个部分 就是你的专业的一个部分 我建议是这样 你已经站在巨人肩膀上 每一年有15亿的预算 你要这250万去办活动 你做什么呢 那我是建议啊 这一笔啊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啦 好 那么我们先处理割制案 那么范刚强议员刚刚提议 这个办理活动250万的这个经费 他主张割制 各位议员有没有人复议 有没有人反对 那么我们举手表捷 那清点人数 韩主席27位 好 那么主张割制的请举手 10位 反对割制的请举手 17位 好 本笔预算就不割制 那现在处理删除案 删除案表捷 那么要不要再清点人数 再清点人数 删除案表捷 敲了 韩主席28位 好 那么赞成删除的请举手 17位 好 反对删除的请举手 11位 好 那本笔预算 250万删除 好 保留发言权的 好 保留发言权的有 郭立华议员 彭俊豪议员 张火炉议员 王浩宇议员 陈志文议员 范刚翔议员 游吾合议员 林志强议员 吕林小峰议员 陈志摩议员 以上 还有蔡宏芳议员 好 针对75页还没意见 76页有没有意见 接下来 药证管理 记 稽查工作 预算金额 911万5000元 页次 77到80页 共4页 从77页开始审查 各位议员 77页有没有意见 78页有没有意见 79页有没有意见 80页有没有意见 好 接下来食品管理 即检验工作 预算金额 3114万2000元 页次81到85页 共5页 从81页开始审查 好 81页有没有意见 有 华如一言 81页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协办办理食品 相关推展业务的业顾人员的薪资 当然这个业务会是没有人要删的 也不可能删的 删了就没办法工作了 但是我们这个日本的辐射食品 来到台湾以后 是不是也在你们这个推展业务当中之一 局长 昨天的说明会你为什么没有去参加 我想如果局长你上台给这个辐射食品 做了一个背书的话 我告诉你了 昨天我们不会被打了半死 我们这四个议员也不会被警察修理 到真的惊惊惊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而且你是在地的 在地的这个卫生的这个领导单位 医疗的领导单位 你任由这个远来的和尚 在那边敲钟 敲到最后敲不下去 还找了一大堆的警察来 我想说如果昨天这个场面 由您局长 蔡局长上台 我背书 这个食品对我们人体无害 我绝对相信 到时候 我绝对相信 昨天场面一定一片响河 局长 那个东西到底对人体有害吗 意思是说日本食品还是辐射食品 辐射食品 昨天的那个说明会就是辐射食品 局长这么重大的说明会 在我们那个 在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桃园举办公听会 你会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也没有派人参加 他们礼拜六通知我 所以那个因为我已经有排行程 我们有请 礼拜天 这是最大的事情 对 不好意思没有保护一座 什么 我们礼拜六 我们礼拜六有收到通知 但是 但是那个因为已经 之前已经有排行程了 那我们使養食品科的同仁 有前往 没有啊没有办个人 也没有人上台 这位为这项政策背书啊 主要是一个食药署跟农委会主办的公听会 那我们也是收到通知 这个本品预算暂时各自 81页地项预算成品科 好 两位超议员 局长 我想在审这个科的所有预算之前 我觉得你态度要很明确 昨天 卫福部在我们 薯淘办理这样的座谈位 你知道吗 我有听说 他公听会的名称叫什么 日本食品输入说明 那目前我们的日本食品 可不可以输入台湾 日本食品 有部分可以输入台湾 本来就可以输入台湾了 对不对 那他的公听会名称怎么会写 日本食品输台说明会 目前是辐射区县市出版的 所以应该叫做 日本辅导五线辐射食品输台说明会 才是正确的吗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他的公听会内容是讨论这个的话 应该是 他内容是这个啊 但是题目不一样啊 所以局长 你觉得他的用意是什么 为什么题目跟内容是完全不一样呢 局长你觉得 就你的专业角度告诉我们 目的是什么 因为说那个标题我们可能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跟食药署反应 所以你觉得这个目的也不妥当吗对不对 还是你觉得他这样的题目跟内容是可以的 我想说公听会的话如果就直接就讨论的主题做标题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是认为辐射污染的食品是不应该输入 不应该输入嘛 所以局长你也认为是这样子嘛 这就是你的态度对不对 对 所以辐射污染的食品是不应该输入 不应该输入 所以这是你卫生局局长的态度对不对 我想大家的态度都是不喜欢辐射 好谢谢你 局长我希望你从一而中坚持这样的态度谢谢 好给嘉欣言 谢谢 我想昨天气疚我一个人没被打到 因为人高马大他打不到 我刚才你讲话是你这个昨天是狸猫换太子 那个题目根本不是 你先看前国的那个说明会在两天办完 为什么两天要办完 礼拜六礼拜天办完 这样我相信你心知肚明 那个事情你记得绝对对不对 美国那个食品安全局 把福岛共有十四县市的所有产品全部扣留 不给他进来 美国FDA 所有的去调查报告他的辐射越来越严重 这五年的变化也许是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我刚才讲的FDA的报告是越来越严重 那里面的猴颈癌有发生多少 血癌有发生多少 它里面都有数据的 不是随便乱讲的 今天不是我再跟你随便追牛的 所以我想说美国都那么重视 为什么那些产品要拿来一直要进来 其实那昨天说明会是假的 那前面应该是核灾的产品 不是日本进口的说明会 那为什么办礼拜天又礼拜天 所以我相信这个产品绝对非常严重 对于我们所有全国的健康 你的把关尤其对我们的陶游市民 有没有办法 根据做报告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 对啊 所以你要讲话大声一点 说这个核灾的产品 我绝对记得进来 去年105年 那个辐射县市进口串改标签的事情 也是我们桃园市卫生局揭发的 所以我们在机场这边查到的 谢谢啦 我叫做你坚持原则把关严厉好不好 是 你那个什么资料 你念一下我听听看 你去年做什么 去年105年 2月到3月的时候 日本有一批食品 它是辐射县市 辐射县市的产地 那就已经讲了辐射县市已经有进来 进来台湾了 已经被我们挡在外面了 所以跟一座报告 对嘛 我跟讲美国食品安全局是直接扣压 直接扣压 它里面涵盖了14件事 我希望你查明这14件事 因为我这边手上有资料 我没有办法念 因为现在14线是世界各国是有解禁 然后目前是针对辅导这边是有禁止 不是 它的辅导 辅导的这个 FDA检验是14个线是非常严重 而且日益严重 扣散了 你知道吗 你要了解了 好不好 一说这个我们在做科学的 对不是科学的 人家有数据报告嘛 好 王金平议员 王金平议员 主席 主席 这个谢谢主席 局长 上次那个有关于美牛 韩寿漏进口的事情 我们国民党团就有这个 连民进党团也呼应要召开记者会 那时候就跟你们反映过这个 桃园市缺乏一个食品安全卫生的自治条例 所以后来当时在用这个 援引的条例 是桃园市食品添加物管理自治条例 而当时针对美牛 你说那个不是用食品添加物 可是我们又没有这个食品卫生自治条例 那偏偏这一次福岛这个核灾的五线市 它有包括在福岛线在内 还有栗木群马驰骋 它有不少是它的胭脂加工品 还有农鱼业 或是它的农鱼产品的这个加工物品 都符合这个食品安全 食品添加物管理自治条例 所以本席会 我们国民党团 今天会正式提案 要求桃园市政府应该 保卫生局负责任的 立即制定食品安全卫生自治条例 属于桃园市的食品安全卫生自治条例 明定禁止核灾污染地区的食品 输入桃园市 以及在桃园市市内贩售 全面维护桃园市市内 所有市民的食品安全及健康 然后呢 同时我们国民党团 今天也会正式的提案 要修订桃园市食品添加物管理自治条例里面的这个规定 把核灾地区生产制造食品列入需经核准方可使用之添加物之条文规定 所以我希望卫生局能够重视这件事情 一个是要你们制定食品安全卫生自治条例 属于桃园市的这个自治条例 另外一个要就现有的法令 你们现在桃园市本席也查过了 在食品添加物管理自治条例 有这个规定 福岛那五个县市 有不少这个腌制品是加工食品 符合加工品这个 它的一个添加物管理条例的这个规定 所以要在里面补墙 建立一道防护墙 保障我们桃园市中央挡不住嘛 我们桃园可以挡啊 桃园应该成为全国第一个不让 这个核辐射的这个污染的线 现世的这个日本的食品 进入桃园市来贩售流动 然后在里面买啊 所以本席啊 是建议说在卫生局 没有明确的承诺和说明之前 我是建议动议搁置这些预算 好谢谢张伟议员 好那个谢谢主席啊 那个卫生局长 我想呢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核灾食品 要进入到台湾来 其实各地的这个民众 都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恐慌 那我相信呢你也看到 报章媒体上面有大幅的这个报道 那个舆论呢是一致的这个反对 可是我们不了解 政府的这个态度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事实上 日本东北的这个五个核灾 包括福岛在内的这个五个县市 那么他们的这个核灾的这个食品呢 你刚讲去年的时候就已经 用这个尾贴标签就是换标签的这个方式 对不对进入到台湾来嘛是不是这样的 没有进入台湾 没有进入台湾 那你刚刚把你刚刚讲的再说一遍 我们在境外就把它就查气了 你境外就把它查气了 我讲局长啊 你说在我们桃园的时候 你境外就把它查气 没有让它进来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根据我个人的这个了解 那么你去年 就是台湾去年违规改标进口 清查3000件的这个 日本就是福岛五线市进来的这个食品呢 其中就有283件哦 疑似中文的这个标签和 实地的这个原产地哦 它的这个标示呢 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进口的这个核灾的这个食品 可能经过贸易商 它为了要获取这个利益 那么把这个标签呢 做的这个改造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可耻 而且也是不可取的这个现象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哦 很多的这个食品从国外进口 我们没有意见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呃就是从这个核灾的这个地区 进口这个食品 然后让民众呢 去承担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风险哦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啊 事实上应该要替我们民众啊 来做一个这个严格的这个把关 我请教局长一下哈 刚刚我们黄金平黄议员讲的 我们桃园市政府 我们可不可以率所有县市之先哈 那么订定一个食品添加物的 一个管理条例啊 那么拒绝而核灾地区的这个食品呢 进入到我们桃园市来可以吗 其他县市他们如果不反对的话 我们没有意见啊 对不对 那我们桃园可以这样做吗 可以吗 跟你说报告 所以核灾区的食品是要假如 因为像昨天工厅会提到的 如果假如要进口的话 一定要付那个辐射证明跟产地证明 我跟你讲 我刚刚讲了嘛 去年就曾经有这个贸易商 用这个违规标签的这个方式 对不对 那么去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变身变身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我想呢 这个核灾地区的这个食品进到 他们想要企图闯关对不对 那一定在价格上面啊 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优惠嘛 所以我想呢 为了减轻民众的 这个卫生食品相关的把关工作 你是我们主管机关 也是最高的这个局长嘛 那为什么 我一直很想知道 为什么在昨天的这个工厅会上 我们就缺少了你这样专业意见的表述 你却没有到现场来 因为我礼拜六下午才知道这个工厅会 所以那个 好 所以局长 你是因为礼拜六下午 你几点钟才知道这个工厅会 我是收到简讯才知道 而且是收到简讯才知道 是这样是吗 所以哦 你是礼拜六下午 然后收到简讯才知道 然后礼拜天早上 我想 不管是你原来就排了时间 或者是人力的不足 或者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你没有办法到现场 我不知道卫生局 有没有这个适当的人到现场来 那我认为啊 其实从最高主管机关 我们的卫生局长 他收到的通知 都是这么的草算 礼拜六的下午 象征意义的 发了一个简讯给他 就是告诉你说 我有通知 那么完全的讯息啊 是这个封闭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这个工厅会 这就是玩假的 对不对 就是玩假的嘛 所以我想副市长 你知道有这个工厅会吗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有这个工厅会 对 我请教一下 郑文燦市长知道有这个工厅会吗 我不清楚 我昨天跟他在一起 跑行人 他没有跟我提到这件事情 好 显然嘛 如果我们市长 副市长也不知道 那我就不怪你们了 那我就不怪你们 昨天没有到现场来 那副市长我想请教一下 那你的立场 跟我们的看法 是不是一致的 跟卫生局长看法 是不是一致的 你觉得 昨天这个工厅会 这样子开有道理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昨天的工厅会这样的题目 跟他的内容 实质的内容 这样是对的吗 第三个 要开放福岛五线 这个核灾辐射污染的食品进来 不管他是做什么样的研究 有可能 是不是变好了 或者像美国的报告一样变得更坏了 我们需不需要去做这样的赌注 你可不可以表态一下 我想我们站在市府立场 保障我们老百姓食品的安全 就是一定要做的 那至于说是不是辐射进来 这个当然 辐射品质对我们是有毁爱 不应该要进来的 好 很好 所以今天 副市长你表态了 福岛五线的这个核灾的辐射食品 你是不赞成他进来我们桃源 对不对 对 好 卫生局长你认为呢 有辐射污染的食品本来就不应该输入台湾 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的字眼 有辐射污染的食品 如果我已经知道它是有辐射污染 我当然不会让它进来 但是今天 这个福岛五线 它是非常大的疑虑 而且还有国外的研究报告 那么在你没有所谓的100%的证实的情况之下 可是却有99%的风险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应不应该让它进来 我们会以那个市民的健康为做第一的守则 第一的原则 但是那个 好我想谢谢 如果卫生局专业局长这样说 我们把关的这个大家长 这样说 我想昨天啊 我们所的抗议 我们所 好针对本笔议算 因为刚才呢 那个黄金平议员有提议 全数割制 他有主张全数割制 那我想也非常多人发言 那么我们是不是先表决一下割制的问题 那个这样子好了啦 因为太多人发言 我觉得我们暂时休息十分钟 那各位议员 那我们针对本笔议算的割制问题 那我想 全数割制 各议员 我们针对本笔议算 也就是我们食品管理及检验工作 三千一百一十四万两千元 全数割制 三千一百啦 不是 哪里有三亿呢 本笔议算是三千一百一十四万两千元 全数割制 请问各位议员 有没有人服役 有没有人反对 全数割制 休息十分钟 全数割制 请问认识 有没有人通过 那么多年 我们认识 的 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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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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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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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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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